经常心跳加快是什么原因? 啄膨展,心血管内科,副主任医师 我们说正常人静息时的心跳范围在60次到100次每分之间 如果有出现情绪波动或者天气冷热的变化等情况时 心跳可能也会出现加快的情况 心跳加快的情况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 生理性的情况就指我们在突然运动以后 由于心脏对血液的需求量增加 心跳会反应性的加快 以保证心脏的攻血 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 经过休息以后心跳就会恢复 病理性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心肌缺血时 或者是合并有甲状腺功能抗进时 出现病理性的情况 我们是需要进行治疗的 我们可以通过治疗原发病 从而使心力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 专家提示 一 正常人进息时的心跳范围在60至100次每分之间 二 如果有出现情绪波动或天气冷热的变化等情况时 心跳可能也会加快 三 心跳加快的情况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 四 生理性的情况就只突然增加运动情况 为保证心脏的攻血会出现心跳加快 五 病理性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心肌缺血时 或是合并有甲状腺功能抗进时